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了好半天才来 我们快要上去了 他突然扭头就走不去了 那朋友在那边电话 五分钟一个 五分钟一个 我逐渐有紧张就转换为焦虑嘛 然后我就拉着他在那里 跟他扭车 那你当时不是没提前跟我说吗 我当天都快下班了 然后你才跟我说要去吃饭 然后我什么准备都没有 那只是吃个饭啊 不用提前准备啊 那毕竟是第一次见你的朋友 我至少得化个妆什么的 不化妆的话也不尊重人家嘛 那后来不也跟你去了 你是怎么去的 你在那车站跟我僵持了快一个小时了 人家那边菜都快凉了 后来我骂了他几句他才去的 那去到那里呢 大家都是相互地寒颤 那他呢就在玩他的手机 也不跟人家交流 我也是感觉特别没有面子嘛 那去了都是不认识的人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聊天嘛 然后本来我也就有点那个社交恐惧症 也不是上场跟那个就是第一次见的 那些陌生人之类的沟通嘛 这不就是第一回嘛 以后认识了不就好了吗 后来紧接着我又带他去 也是同样的朋友 我想着第一次 可能说他因为性格的原因 但第二次还是一样的老样子 去了就是笑了一下 然后就低着他玩他的手机 朋友跟他说话就搭理了一下 然后又低着头玩他的手机 听明白了 就是有点拿不出手呗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就直接说我拿不出手 别说人性格不好 这是谈了四年 今天来先说女朋友拿不出手 你啥目的呢 也不是想 只是说想让他改变一下 然后平时跟他说话 他很少搭理我 也不是说没搭理 但是我都是有回应的 因为他感觉我有高兴的事情 或者是难过的事情 跟他分享 他总是很简单很潦草的 就这样答应了我敷衍我 但是没有更多的 然后我往后的心里憋着肚子的话 好像都说不出来 就女生很冷是吗 对 为什么不喜欢跟他聊天 也不是说不喜欢聊天吧 就是说我平时话比较少 他说的要多一些 基本就是他在说我在听这种 你烦他说话吗 有时候有点 但大部分还好 你烦他沉默吗 觉得很不好的 我觉得 所以我就奇怪了 你们也不是一天两天 你们是四年了 那这四年怎么熬下来的呢 我们在一起是 一地恋也很常是 不是一地恋就一年半吗 对 那四年时间吗 一年半 你还有两年半的时间 是在一起吗 你这问题发现了 就应该解决了 怎么还熬了两年半下来了呢 我好奇怪 因为我总想着 他给他一点时间 去慢慢改变嘛 然后平时我也在 很侧面地去鼓励他 然后他还是 起色不是很明显 所以对男生来说 女生身上最大的缺点是 不善交际 对 不善言辞 对 不喜欢跟你分享情绪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男朋友有什么缺点吗 就我们在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挺信任他的 然后也觉得他对我挺忠诚的 就有一次嘛 他说他要去见他姐姐 他就问我去不去 他也知道我的性格 他就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的 我也跟他说了我不去 然后那会儿他就刚好 就去上卫生间准备出门了 当时也不知道他手机密码 就看到他手机是亮屏的 我就发现他是跟 另外一个女生约好掉 然后在其他地方见面的 那个异性朋友 他本来就是一般的普通朋友 刚好他家产茶的 我说给我带点茶叶过来 刚好在我姐上班的附近 我说如果说他一起过去的话 我就见了他以后 就去我姐那里玩一下 但是他就是这样想的 他说本来我就以为他不会去 那我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想 你明明就是见你姐打幌子 那这个女生就不说了 那还有其他女生的聊天呢 然后每次我把截图 拿给你看了 你还是不承认 就觉得都是正常聊天 但是你我觉得是 没有保持距离的 没有底线的 哪里有吗 主持人今天我也带来了两张 这个他跟异性的 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可以帮我放一下吗 你同意吗 可以 这是一个就是我偷看他手机 然后看到就是他别人发的朋友圈 一组生活照嘛 然后他就给人评论 就是爱了爱了 然后还说别人贤惠什么的 评论不是很正常吗 那你说别人贤惠 你平时有这样说过我吗 那我觉得对朋友称赞是应该的呀 那他是你女朋友 还是我是你女朋友啊 你可以这样说别人 再怎么就没有这样说我呢 我平时也对你夸赞 只是说你很少在意啊 反正我就觉得特别过分 对我说你来说我 那我先来说我 对我来说我